好 主播 现在我们终于抵达了韩国瑜市长跟国台办的刘洁一主任 要会面的地点就在犀利湖的麒麟山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完全的准备妥当了 那么稍后韩国瑜和刘洁一就会抵达会场 那么事实上这次的会面被誉为是 在整个韩国瑜的港澳生下行当中最大的一颗彩蛋 本来是说在下门的时候两人才会见面 不过现在提前到了深圳 那么当中的韩裔或许在会后韩国瑜市长的记者会当中 我们可以向他问个清楚 那么待会会开放两人简短的致辞之后 记者媒体就会被请离开现场 而事实上这一次两个人的会面 从一开始保密到家 而且安静的规格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在饭店就必须要被搜身 还有金属探测器 另外所有人的包包每一个夹层都必须要打开 让安检人员清茶 你的水你的饮料他们也会摇动 甚至要求你来稍微喝一口 证明它是没有问题的饮料 才让你带上车 那么上车之后呢 这个载着我们的巴士 把我们东带西带东带西带的 那么可能是怕呢 这个行程还有会面地点提早曝光 像刚刚我们也是呢 在到了这个秦林山庄之后呢 先前往另外一栋楼休息 然后在整个会面 要开始之前的五分钟十分钟 才会把你很临时的带到现场 大家就急急忙忙的卡位 那么待会儿整个会面就会马上开始了 现在呢各位观众朋友 在画面中看到的这两张椅子呢 待会儿呢就是韩国瑜和刘洁一 会坐上去会会面的地方 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就是呢 这个西立湖旁边的这个麒麟山庄 那么对所有的媒体记者 甚至包含台湾的观众朋友来说 今天大概会是韩国瑜这趟 为期七天的港澳生下行当中 最重要的一天 那么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在四点半钟左右呢 韩国瑜和国台办的主任刘洁一 就要在这边会面 而其实哦 这个刘洁一本来是传出要到厦门 可能是在二十六号或二十七号 才要跟这个韩国瑜见面 不过呢 其实我们中间新闻很早就掌握了独家消息 说这个国台办联络局的局长 早早就抵达了深圳 所以呢我们从昨晚这样 今天白天呢 都在跟各位观众朋友预告 说韩国瑜今天就会见到刘洁一 当然哦 这一次韩国瑜以这个高雄市长的身份 到了深圳 他们见到刘洁一 其实也不是台湾的县市首长唯一 但是我们观察到了这一次呢 韩国瑜到了这个 香港澳门深圳以及厦门呢 他的维安规格非常非常的高 不过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呢 他哦 见的这些官员层级相对来说也都蛮高的 比方说呢 之前进了中联办 在港澳的时候 那也见了特首 那么昨天到深圳的第一天呢 其实也和呢 这个深圳市委书记 也是广东省的副这个书记 也哪个人碰了面 那么碰面的地点呢 都选在呢 比方说呢 昨天是在武州 这个酒店 也就是韩国瑜下塌的地方 今天选在了麒麟山庄 其实这两个地方呢 对于大陆人来说 他们并不陌生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样的地方 都有浓浓的官方色彩 所以即便是选在这个地方见面 但是伟安已久非常非常严格 像是两个人会面之前呢 不论是在麒麟山庄 或是在武州会馆呢 这个见面之前呢 其实都会有这个所谓的侦报权 还有这个侦报大队 会先行到场来进行呢 全面的检查 全面的搜查 确定安全之后呢 才会放我们媒体记者进去 而且呢 他们的行程安排上面 也是刻意的有所隐瞒 不让我们所有的行程都跟 所以呢 我们上了这个 所谓的媒体车之后 几乎也等于 就是被绑架了 好 现在画面 你看到呢 第一位现身的 就是当地的主人 也就是国台办的主任 刘建一 等于是他先行进场 然后再等待韩国瑜 而现在呢 现在场旁边的门打开了 那么进来的 就是韩国瑜市场 现在的画面呢 非常非常的 让人有想象空间 会进去 两个秃头的会面 好 我们都进来 看一下现场画面 一行 Air 一行 一行 谢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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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成果也展現出兩岸盡早實現 應通盡通打造共同市場 共享組合大陸發展機遇 能夠給台灣同胞帶來的巨大的好處 和巨大的發展空間 我們會繼續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為廣大台胞做好事辦實事 為廣大台胞推出更多的為台立民的措施 今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到台灣同胞書 發表40周年的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為兩關係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我們會團結廣大台灣同胞 共同堅持與而共識 反對台獨 推動兩岸關係 走近走實走好 沿著正確的方向持續 現場埋進 謝謝 謝謝 每位Speaking English 謝謝謝謝 謝謝劉主任 謝謝我們國台辦各級的幹部領導 謝謝各位幕後工作的夥伴 很辛苦 很辛苦 也要謝謝我們所有 我們就是高雄一團 也非常辛苦 也要謝謝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首先非常感謝劉主任 還有各級我們台幹這些 台辦的這些夥伴們幹部領導們 幫助照顧 輔導 我們百萬以上的台商 在中國大陸辛苦 努力工作 得到各位的協助幫忙 還有甚至有很多台灣的學生 甚至透過婚姻的關係 很多的配偶 婚嫁 然後生活在中國大陸 感謝各級 這個 台辦的所有的幹部們 領導們 照顧他們 這個一定要非常感謝 未來也要繼續拜託 多多照顧台灣同好 我想這是 身為幫助市長 讓我們成立的要拜託大家 再者這一次我們高雄團出來 事實上萬方數目 大家都是很關切 我們來的目標非常清楚 多交朋友 做生意 留下良好的情感交流 我覺得這個比什麼都重要 人呢 心都是肉卓 人都是情感的動物 所以我覺得情感比什麼都重要 我們在香港澳門 以及在深圳 看到每一個朋友 我們都是要抱持同樣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多交朋友 一個朋友就是一條路子 第三呢 我在台灣2018年的選舉 就大聲幾乎 投票之前我就講 我強烈支持九二共識 這是海峽兩岸的交往 定海深圳 確定有了九二共識之後 兩岸和平的交往 和平的往來 不管是文化 經濟 體育 各方面的交流 能夠很順暢 今天見到劉主任 我還是一樣 一樣重生 在人面前不說假話 我一直都堅持 這種公司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再重生一點 最後呢 我想還是一句話 任何時候呢 能不能做成買賣是一回事 這次香港澳門 深圳 我們都得到很好的訂單 也感謝這三個城市的好朋友 照顧我們高雄農民漁民 我們這段時間最大的辛苦就是 農產品漁產品 外銷的通路 沒有辦法順暢 所以也解決農民漁民的銷售問題 希望將來能夠多來多往 兩岸能夠很和諧 很順暢 從心來交往 我想這是 這次來見到劉主任 跟各級國裁辦的幹部 我心裡面講的一些內心的話 非常感謝大家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到好朋友 謝謝 謝謝 謝謝